嘿嘿 大家好 有很多网友说想听听我读书那个年代学校的生活是怎样的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68年前我喜欢的健身运动的故事 那点国家大专院校科系调整 我们衡阳铁路学校要调到济南铁路学校 那天我们一下子走进学校不远就听见很大的声音 高喊加油加油又有说有效 心想是篮球比赛还是排球比赛的那么热闹 我们就加快了脚步到了一个操场 我们就看见操场上有一个那么大 大概有两米的直径有那么厚 大概是半米的一个大铁环 上面爬的有很多同学在操场上滚动 为了说清楚我把这个示范给大家看 就是那个铁环这个直径有大概两米 有这个半米厚 两边都焊的有 当晚这一面爬的有四五个同学 两边都爬的有 他们的手脚抓住这个铁环 那么他们用脚在地下蹬一下这个铁环 这个铁环就在操场上滚动 这个人就本来是脚在这里的这个铁环 转到这里就变成脚朝天头朝下来 就是这样在玩 我们就觉得很好奇 那些老同学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运动器材叫夫妇 他们说玩这个可以锻炼身体 可以锻炼手脚 也可以锻炼脑筋 也心动了 我们就很想也去尝试一下 他们玩了一转停下来的时候 我们也往上面爬 我也就去抓住那个铁环 往上面爬 可是被老同学们挡住了 他们说不行 女同学不能玩这个 我问他们为什么 他们说因为这个难度比较大 手脚要抓稳 要是抓不住会有点危险 我说我抓得住的我不怕 他们说还是不行的 这个从来也没有女同学玩过 我说我就不怕 我就可以玩 我就死死的抓住这个铁环 不放手 不让他们往后来 他们没办法 那说那你就死死吧 不过要抓得紧一点 要小心一点 实在不行 你就开口说话 就停下来 这样我就爬上去了 我照到老同学的样子 手脚把那个铁环抓住 开始他们轻轻地 等了一下 那个铁环就慢慢地开始滚动了 我还觉得滚动得太慢 我说你们使劲一点 滚快一点 他们见我不怕 也喜欢快一点好玩 就使劲了 那个铁环也滚动得快一点 这个时候球场上的同学们 大家都竖起了拇指 说了不起 这个女同学 真勇敢 他们又鼓掌 又加油 这样我们在球场上滚动了一个来回 我就下来了 后来又有两个女同学 又想去玩 他们说我们早就想玩了 就是他们不给 现在有了你开头 我们也就可以来玩了 从今以后 学校就终止了 和辅助这项运动 不让女同学参加的历史 后来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班还选举了我为 班上的文体委员 好 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 我的学校生活 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我下一个视频是68年了 手掌上的铅笔尖的痕迹 为活去补掉 希望大家喜欢 拜拜